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新北市中和区公所针对金牛年春节前发送爱新米 为了防疫考量将发送白米的地点移到室外举办 以防疫为优先守护市民朋友的健康 新北市中和区公所发送金牛年春节爱新米关怀弱势 而今年发白米和往年不一样 受到桃园传出新冠肺炎疫情关系 公所为防疫考量将领取白米的地点移到公所外 避免市内人潮聚集拉开防疫距离守护市民朋友健康 而且来帮忙的几位新北市议员一致赞同 宋米关心弱势民众更要做好防疫措施 现在目前整个新冠肺炎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避免这样的距离的接触 就是一到外面这样今天天气也很好 那在外面然后让那空气流通也比较不会受到疫情的疫情 我想是中央地方一条心啦 那边防疫我们一切遵照中央疫情准备中期的规定 这样是非常务实而且是超前部署的做法 短时间没有用完的话最好放在冰箱腌冷藏后冷冻 对 看不太好 你可以放冰箱啊 对 放冰箱 对 都不知道 中和区副区长薛景中包括议员等人贴心提醒 就怕天气冷湿气重影响白米品质 另外在地有线电视业者 Home Plus中加新视波到场参与 赠送防疫口罩 并且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可免费收看有线电视 可以赶快来申办免费的身装以及免费的收拾 那如果你109年呢已经是低收入户 在110年呢也符合资格的话呢 请你准备你的这个证明以及身份证件呢 只要传真到我们新视波公司来 就可以不用亲自过来哦 古早时代宋米代表祝福 白米象征柴也是中和区公所关怀民众的心意 辅助弱势打造幸福中和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高龄化社会针对长者在地安养 土城工业区厂商继佩皮社区发展协会 联手成立银法俱乐部 举办接牌仪式继老人共餐活动 鼓励社区长辈走出家门和大家互动开心养老 土城工业区厂商继佩皮社区发展协会 联手成立银法俱乐部 举办接牌仪式继老人共餐活动 并且邀请土城工业区 Sax风乐团带来演奏曲炒热现场气氛 也让大家享受美妙乐音 土城工业区隶属经济部工业局管辖 进驻厂商336家 而在这里以沛波里为主要邻里 为敦勤牧林回馈社区 照顾社区长辈 和沛波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成立银法俱乐部 鼓励阿公阿嬷走出家门 和大家多互动健康养老 您进入这个高龄化社会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要这个就是说照顾老人家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要来做的 还有我们这些称呼兄 如果真感谢他给我们提供资源 所以很感谢他们 以后是10个月都会办 10个月都会办 希望能够美丽 多有些人发展 非常感谢我们这边 公共区厂商联营会 还有我们沛波社区监制理事长 对于我们沛波社区 也成立这个银法俱乐部 银法俱乐部接牌启用场面热闹 但因为最近桃园传出 新冠肺炎的感染疫情 为求严密防疫 除了戴口罩 量体温 活动出席实名制之外 同时以便当取代 首次的老人共餐活动 等待疫情趋缓后 再办理大型的共餐活动 记者林立吴志恒新北报道 预防天灾意外 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准备降低损失 新北市中和区公所 在远东世纪广场举办企业防灾 推广讲座 建立园区与企业的防灾观念 并强化自主防灾能力 在疫情严峻的时间点 提醒公司航后更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新北市中和区公所在107年导入企业防灾概念 先后与维新科技 微钢科技等公司签署防灾合作备忘录后 持续推广企业防灾 选在远东世纪广场 办理企业防灾推广讲座 以提升公司航号面对灾害的韧性 强化对灾害的预测 减灾整备及应变能力 这样的一个企业防灾的推广的讲座 我相信这也是台湾在整个区里面 办理的第一场第一次 那特别是这一次的讲座推动 非常感谢我们远东世纪广场 我们的主委 我们的管理委员会 还有很多的厂商应力来参与 然后来投入 针对企业防灾 中和区公所说明 区籍企业防灾计划推动 并且邀请微钢科技公司 分享近两年与市府及公所 签订企业防灾MOU合作经验座谈 透过实物的经验分享 带动更多公司行号 加入企业防灾行列 在我们园区里面 也都有做消防演练 那其实这一次正式在启动 就是企业防灾 如何让我们企业能够受到更好的 一些更好的回馈 还有一些能够 能够让我们自己怎么去救灾 然后又救自己又救到别人 那以这些来讲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外公所强调 企业防灾也包含防疫 尤其最近桃园传出 医院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 公司行号更要加强内部控管 杜绝病毒入侵机会 防灾防疫做得好 企业更能永续经营 记者林立如吴志恒 新北报道 2020新北欢乐 耶旦城吸引了666万7千多人参观 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提前关闭 让不少还来不及去的民众很饿晚 新北市政府官员局 就特地举行了耶旦摄影大赛 透过影像作品 保留耶旦城这一段时间 带给大小朋友的美好回忆 也让更多人看见新北市 在线新北耶旦摄影大赛 影片组新北奖得主 找来了网美拍出MV规格的画面 呈现新北欢乐耶旦城 温馨欢乐的气氛 何伟仪市长说 台湾人很幸运 去年在疫情下 还能拥有一个温馨幸福的耶旦节 围棋48天的展棋 仍然吸引了许多各县市的民众前来 创造了666万7千多人的史上最高参观人次 不仅带给大家满满的回忆 也让新北市成为国际瞩目的城市 困难的岁月 我们能有勇气的走向国际化 而且让国际看得到新北 看得到台湾 那这一次 谢谢很多民众的插你以外 留下尊贵的照片 让新北更得更美 让台湾看到新北 让我们新北 也变成全世界注目的城市 在18号的颁奖典礼中 市长亲自将奖牌及奖品 一一颁给得奖者 感谢他们将新北欢乐耶诞成 美丽以及趣味的一面 留下难忘的影像 侯市长也表示 这次的摄影大赛 吸引了7000多位的民众踊跃参与 不仅有漂亮到美丁美党的美照 还有笑到歪腰 以及挥鞋斗趣的梗图 传导出耶诞成满满的欢乐氛围 最后还和得奖者一起协下祈愿卡 挂在蓝色的耶诞树上 希望一起携手走过困境 那是一个让全世界 看得到台湾的团结 面对所有的困境 我们都能够避宁于国际 让国际看得到 我们全台湾在新北 所以我们大家加油 管理局表示 在线新北耶诞摄影大赛的得奖作品 从即日起到元月27号 在新北市府一楼东侧大厅 进行围棋两周的展览 现场还设置了 三米高的蓝色耶诞树 作为留言区 让民众写下想要对新北耶诞城说的话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展 重温新北欢的耶诞城 带给大家的美好回忆 记者赵世渊 板桥采访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新北市政府行销 东北角和北海岸地区 开发出青春山海线的行程 而这沿线的在地美食 也能在当地的便利商店买得到 包括了甜点 米饼 鱼酥 还有爆米花等限定办手礼 即日起开卖 不但可以让出游的民众当旅游办手礼 也当成是年节送礼 而且市府开出优惠 不限金额 登陆发票就有机会抽中电动机车 青春山海线 青春山海线总共八区相关的办手礼 有多丰富 包括甜点米饼 鱼酥 还有爆米花等等 11项特色商品 要让来到青春山海线游玩的民众 通通买得到 而且是限定版办手礼 从即日起到3月15号 在这八区的超商都能买到 那我们推出了11款 不管是酒链、茶链 最重要是甜点跟零食链 来跟所有好朋友来分享 在我们青春山海线观光旅游的同时 也能够货买在地的产品 侯友宜表示 开发青春山海线行程除了好玩之外 更要把当地食材或是文化元素的商品带回家 因此市府以青春山海线商标授权的方式 共创在地品牌 打造一区一特色 并且有专家提供咨询、诚诚把关 创造更多的消费商机 尤其在地很多的农产品 在地很多的这些有机的 以及在地的这些渔货等等 都需要我们在观光推动过程当中 大家能够来推动货马 所以我们不断地来转型 希望重新包装、重新定位 也找到米其林的师傅来指导我们在地的产品 疫情吃紧不能安排出国行程就来青春山海线 除了看山看海还能在这八区的超商买到限定版办手里 相信过年这段时间送礼致用两相宜 同时市府开出优惠 不限金额登陆发票就有机会抽中电动机车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新北市新庄区新泰国小举办 爱无限的可能会画展 作品都是由罹患重症的儿童所创作的 学校希望借此启发孩子的生命教育 让他们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揭开画作作为开展仪式 这是由一位罹患随母细胞流的儿童所画的 他画的是医院窗外 月亮在繁星陪伴下的美丽星空 可惜的是画作展出时 小组人已经过世 黄点儿童重症辅助协会 带着24幅重症儿童的创作 前往新北市新庄区的新泰国小展出 这些创作者都是因为生病 无法前往学校就读 协会提供艺术陪伴服务 请老师前往家中或是医院 教导他们画画 让他们感受学习的美好 也在创作过程中肯定自己 我们到各个小学 我们透过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个意义 然后把孩子生命斗士的故事 传达给我们在国小的学龄孩子 不管他几岁 其实我们想种的就是一个爱的种子 或许这个爱苗 现在他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但是透过我们画展 我们动态导览的概念 让他们知道 有一群孩子即便身体不舒服 他们还在为了他们的生命 在做打拼 创作中有画出生命术 展现生命的能量 以及爱无限延伸的期待 还有人画了一支花爆 希望自己能够健康 像花爆一样的敏捷 另外也有小画家 画出了对学校生活的盼望 协会邀请小朋友 和这些创作者做朋友 在小卡片写下想对他们说的话 再放进给小画家们的资料夹 我写希望你们的病会好一点 然后希望他身体会再恢复原状 希望你能跟我们做朋友 希望他的病可以好起来 他就可以参加万圣节了 这些重症儿的创作在学校展出 学校师长以及家长就认为 能够带来生命教育的启发 让他们更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希望我们的孩子从那里面可以看到 并且试着去 在关爱别人 去关心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思考 自己在这样四肢健全 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更加努力的去面对人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 我有机会我可以带他去多看看 然后让他知道说 其实妈妈生给你这么好的身体 那你自己其实要用心 就是自己要好好的爱惜自己 那不要让妈妈生气 重症儿因为生病在艺术陪伴下 培养兴趣丰富生命 也透过画作将这一份生命力 带到学校分享 将爱无限延伸 传递到各角落 展现正面能量 记者赵世渊新庄采访报导 再带你来看新北市板桥南亚夜市 有一家飘香近50年的猪血汤 猪血汤加上一盘炒米粉 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好滋味 热滚滚的汤汁里 熬着猪血汤 捞起厚实的猪血和藏头 撒上了韭菜酸菜再搭上猪肠 加上一点点胡椒粉提味 就是板桥人吃了将近50年的 古早味迪慧腾 猪血汤是不是板桥人 从小吃到大的 对啊 我们以前都是他在那一边 这一间是他的旗舰店 这一边设备比较好 这一家是24小时的 可是我小 很小的吃到这个 出事后就来这里吃 就吃到现在 就好几十点了 很好吃 位于板桥南亚夜市入口处的老店 目前是第三代接手 第三代的老板说 猪血汤的创办人 也就是他的阿公 绰号叫做麦庆 原本是在故乡云林当记者 退休后61年来到板桥开店 那时候南亚夜市还没有成立 老头家麦庆用大骨熬汤 加上中药提味特制的猪血汤 汤头看似清淡 喝起来确实有着浓郁甘甜的口感 当初我们是成立1972年嘛 那至今47年了 爷爷当初是在云林 然后记者身份退休 那退休了之后 因为年轻受伤的关系 退休了之后就 就北上创业 但是我们北上创业初期 是卖鹅安面线起家的 对 鹅安面线 鹅安面线 所以那时候 人家叫鹅安面线 是叫肉丁 鹅安面线 对 只是猪血汤 后来渐渐比较有特色 比较特别 然后独立出来 人家就像肉丁 地味汤 肉丁 地味汤 这样子 老板的阿公创立的猪血汤 在板桥飘香 已经将近50个年头 对民众来说 不仅是古早味的好味道 而且根据中医记载 俗称天然红豆腐的猪血 有解毒清肠 补学美容的功效 堪称是台湾小吃中的 代表美食 我们做最特别的 就是有别于一般的汤头 因为我们主要是 以中药的温补汤头 是属于比较清汤式的 方式去呈现 跟一般有别于 那个沙茶汤头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汤头的基底的功夫 就相对重要 就是不外乎是 我们自己的大骨汤啦 跟我们另外一份的 就是自己所熬煮的高汤这样子 对 然后 照不同的比例 然后搭配我们的干草 跟大葵 还有八角 等七种重要食材 去温补炖起来的高汤 一碗猪血汤 配上炒面炒米粉 或者是两种搭配的 综合口味 不仅让人有饱足感 更是让在地人 从小吃到大 百吃不厌的狗渣味 老店经营将近五十年 更是板桥 南亚夜市出名的 代表美食之一 记者林立如 吴志恒 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